我们刚刚看到前段我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川普最新的竞选广告 美国优先 然后同时呢 以押建交使他获得这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那在美国54天的这一场选战 真的是爱恨川普 就是川普的零零种种的操作跟动员 都要动员他的铁粉出来投票 然而站在他对立面的 有很多人也未必那么珍爱拜登 然而对于川普是非常的痛恨跟仇恨 所以这场选战几乎是川普一人的正反的对决战 确实是这样啊 就是美国所有的民调表现出来 就是川普因为他是个争议性非常强的人物 这个爱和恨的态度 对他的爱和恨态度都非常强烈 但是对于拜登情况完全相反 就是支持拜登的人 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喜欢拜登 而是因为恨川普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那当然了 这个最后这个选举的结果 除了这个理性的政策的考虑以外 对于选民来说这个个人的这个情感这种盲目性啊 也确实是有实际影响的 就像台湾有五百多万人投票给韩国瑜 你可以说里面有相当高的比例 他们不是因为对于这个韩国瑜或者蔡英文的这个政策 做一个仔细的分析和探讨 说我比较同意谁的政策 而是因为我实在是恨民进党恨蔡英文 所以我就要支持韩国瑜 不管韩国瑜这个人本身的人格特质怎么样 那么从很多的角度来讲 这个川普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 就是说大家很多反对他的人 真的是因为反对他这个人的个性 或者他的人格特质 而不是说真的反对他的政策 因为说老实话 如果你很理性的考虑 川普实际上过去四年推行的政策 很多政策 他真的就是完全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为美国好 为美国一般老百姓好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是有很多人很讨厌他个人的风格 他这个人的讲话 真的就是有一些大嘴巴 有一些让人家看不惯的地方 很讨厌他的讲话的风格 那么这特别是对于所谓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很讨厌他这种作风 那实际上我自己记得这个三十多年前 美国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很讨厌雷根总统 也是同样的情况 那当时我在英国的时候 英国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很讨厌蔡切尔夫人 也是同样的情况 不是说对他们的政策 真正的能够讲出合理的批评来 说为什么你反对他们的政策 而是讨厌他这个人的个性 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很强势的个人 很不能够妥协的 很擅长自夸的那种这样的一种个性 那实际上英国我记得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政治人物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丘吉尔首相 丘吉尔首相也是所谓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非常恨的非常不喜欢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也是一个就是从个人性格 个人的这个私德方面有很多地方 是不能够让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喜欢的 可是他们的大战略大的政策方向 反而是正确的 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 所以常常人在投票的时候 会发生这样的矛盾 而这个矛盾在美国这次大选里面 体现得非常的明显 好我们稍后回来